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用五档机去哪都可以配合你们的需求 而第二次见面则是闲话家常中 再次确认被征召的意愿 在上周自己被约到办公室 随后被告知要去哪个选区 他听完后 回答好我知道了 离开办公室后 鸡排妹就订了隔天的机票 要回日本陪老公过假日 在周末有和一些朋友分享被派到哪一去 他们的反应自己都当作观景音 因为他的初衷就是来帮忙 被指派去哪就去哪 周一回到台湾后 就算被通知有移动 鸡排妹也都只表示配合你们的决定 就和自己第一次见面时的答复一样 天文一出也立刻掀起真热意